高雄一群年轻人半夜到KTV去唱歌 当中有一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旁边另外一名同样也在上厕所的男子 只不过看对方不顺眼 竟然就用LINE 当场找来十名扼煞 将这名男子给活活痛打一顿 心境非常凶残 深夜里男子找来十几名朋友住镇 准备寻仇 两名被害人从KTV走出来后 这群凶神扼煞就对着他们猛追猛打 直到警方获报赶到现场 一群人才一哄而散 但两个人早已被打得伤很累累 男子到KTV唱歌 半途到洗手间上厕所遇到被害人 只因为看对方不顺眼 竟用赖汉打手机让人来打架 可能因为房仲有踩到现的问题 然后就出人恐恶人家等等 主席和票人亲一色都是年轻人 陈凶斗横把被害人打成重伤 被警方提罢为置评对象 移送法办 恶劣行径 罪有应得 记者王玉成成为君 高雄报道